细致财真的可以让你发财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节目开始前想先请大家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们有最专业的分析师 为大家提供最全方位的资讯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快订阅开启小铃铛吧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大盘 台积电视宣布明年1月开始调涨 相关的细致财也开始发动了 到底个股的差异该怎么操作 该怎么去分辨呢 马上就请胡真宏分析师来解答吧 前男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这个细致财最近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个股 开始在做一个强势的上涨 那当然尤其是创意 那创意在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指标 那到底这个细致财 获利那么好 那股价有没有机会继续的往上走呢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来看一下了 那我们第一档要看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在资源 因为资源这档股票之前也是创下了新高之后 就开始萎靡不振 就往下走了 因为每次很奇怪 大家最认同的时候 股价就开始要回档了 那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这个资源有机会再往上爬的话 它会遇到有两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第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有画了两个绿色的这个框框 就是所谓的解套的卖压区 那这个解套卖压区能不能去消化 我相信就是他目前要去面对的一个难题 为什么说是一个难题 就是卡在他第二个最伤脑筋的地方 因为他量没有放出来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这个回档之后 大家就开始不太敢买了 那也不敢加 所以整个量就缩掉了 那尤其在法人的部分也是站在卖方 所以因此这个资源 有没有机会再往上突破的话 依照他目前的这个量能 我觉得机会不大 所以说短线上只能以什么 反弹来看待 就是以反弹来看待 那未来整个股价的话 就算要去消化那两块的解套卖压区 绝对不是两三天可以拒绝的 所以我相信这目前为止 就是以反弹来做个看待 那再来就是在四星KY 那四星KY很多人喜欢买的原因 因为他涨的时候也很快 当然相对的 跌的时候也是很快 所以说变成很多人就怎么样 做区间的价差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做 可是你要去注意 每次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之后 他就会急速的拉回 所以你要去赚他的价差 你要跑得够快 而且高低点你还要抓得很准确 绝不能反弹到一个高点的时候 你反而去买对不对 然后跌下去 你又去杀在最低点 所以这个急涨急跌的这样的模式 其实一般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K线图 大部分都是什么 主力在边拉边出的一个形态 其实你可以看他的量也知道非常的清楚 后面这个量为什么会可以滚的那么大 但是他又不是往上涨 他就这边来来回回 所以说这种主力边拉边出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操作上假设你是在跑短线 我是觉得可以 但是我说过 你要够怎么样 跑得够快 而且高低点要抓得够准 这个才有办法去分到他的一杯根 所以说目前为止整个四星KY 我觉得短线操作可以 但是你说要做波段的话 一样你可以看到那两个绿色的框 就是解套卖压区 并不容易马上来做一个消化 那接着下来我们就是看这个创意 我说这个创意才是真正的整个IP 细致财这个族群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两档个股 他基本上的成交量都是没有放大的 但是创意确是有 也就是说创意在这波回档之后 他的一个集谈是由投信 我们的本土法人来做个买超 那这外资的部分呢 虽然他没有说一个大卖 但是他基本上在之前 也是在做一个缓慢的调节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筹码站 就会落在本土法人投信的身上 假设投信没有出现大幅的卖超 那就很有可能再去挑战 之前的一个解套的卖压区 那挑战之后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创新高 我觉得这外资的态度就很重要了 因为毕竟持股最多的还是在外资 所以能不能够就是不要说出现所谓的土羊对坐 而是怎么样 土羊一起来买超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机会就有去挑战新高的可能了 那再来最后一档就是爱普 就是今天的涨停板 可能大家又很兴奋了对不对 但是爱普他是从625块跌到了227块 跌幅已经腰斩了 已经超过腰斩的这个50%了 已经来到了63.6% 所以这边的反弹我觉得就纯粹是反弹 不能共看得太乐观 那在400块钱以上的这个解套卖压就非常的沉重 换句话说他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反弹的空间 因为毕竟跌的太深了 跌深的反弹相对的空间会比较大 但是来到了这个所谓的解套卖压区的时候 可能投资朋友你就要注意了 但是不见得我跟你讲的400块一定会来 因为你还是要看他的整个这个成交量 有没有办法继续的放大 才有资格去挑战400块钱以上 所以这四档股票就给投资朋友来做个分享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也要持续锁定老师的LINE和Telegram 财经继续通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可以 等一会儿 你 我们下来 你 我 你 我 你 感谢观看